5月1號 一份一級的家庭報章 在氛月版上是四級的 或者是介紹你嫖妓在哪地方 小孩子集完圍上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一些是問題 根本社會出了問題 根本教育是出了問題 我想在教育那裡 我們已經挺沮喪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青少年人喜歡體積成的刊物 或者他們這麼開始變得暴力 其實是我們的教育裡面 是失去了這個討論 所謂監察其實是給一些feedback也好 給一些回應也好 令到全部知道自己做的什麼 正確還是不正確 一群色情部長 一群少年受傷 一群少年受傷 十幾個團體在4月4日兒童節 去到政府總部外集會 抗野大眾化報紙裡面的風月板 再有不適合青少年體的嫖妓指南 當日有大約一百人出席 負責發起集會的明光社說 雖然參加集會的人不算多 但他們就希望 透過行動去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傳媒問題 就是最終目的引起社會輿論 就是我們這個行動已經達到了 引起輿論的目的 就是背後 就是想多些人關心這件事 因為其實原來我們做這個action之前 是沒有什麼人知道 原來嫖妓指南的情況是這麼嚴重的 我們呼籲現在想為子女著想 霸買霸汗再有跳棋指南 色情服務廣告的任何保障 最少一星期